前段时间黄子角爆出诸多猛料 她一番鱼丝望破设计多位艺人 尤其是她对大小S涉嫌吸毒的爆料 更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如今阿亚放出验毒报告 更是将姐妹俩架在火上烤 从大S和王小菲离婚和聚聚业结婚 闯电风波再到被爆吸毒 大S和小S的黑料结在一起 估计都能写个十几页的PPT了 而从黄子角爆料后 两姐妹在娱乐圈的人设可以说彻底崩塌 而小S比起姐姐大S也有过之无不及 明明人还在娱乐圈 但显然两姐妹已经被打回原形 现在是十大十的不受欢迎的艺人了 哥伦比亚高材生徐亚军 原本有一个哈佛未婚妻 和小S在夜店相识后 两人一夜激情并怀伤了孩子 然而许家不承认这一事实 据报道 旭亚军原本不想和小S结婚或扶养孩子 但小S采取了各种手段逼他就反 小S和徐亚军在一起后非常逮色 还传授他怎样用余网挖热裤 从哈佛乖乖女未婚妻嘴里夺夫 甚至还自曝 为了留住旭亚军把私处都漂粉 后来凭借这个粉他还火辣辣的代言了某私处清洗剂 当年小S就在节目后台布摘尔麦和许妈妈聊他怀了徐亚军的孩子一事 这一声音传出来 轰动全台 记者全部蹲守在电视台和许家 而这时候许家还正在和哈佛未婚妻一家约饭 商量婚事 小S果然有手段 他自曝自己用了欲擒故纵 以退为金的手段 还称徐亚军一开始不想要小孩 他先道歉不是故意不摘而迈 又故作伤心的说 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 如果徐亚军不要这个孩子 那他就自己养 并且他还声泪俱下的说 哪怕毁了大红的主持事业 也要生个许的小孩 许亚军果然被感动了 而小S呢 终于如愿嫁入豪门 顺便说一句 许家不是什么争竟豪门 但是台湾最喜欢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家庭 律师 金融和医生 许亚军的父亲原先在台东开儿科诊所 母亲是律师 许家这样的因是医生律师家庭 在中专学历的小S面前 还是有光环在的 在婚礼前 他还不忘拉踩一把前男友黄子角 暗讽黄子角油焰无珠 不珍惜他 这场带有心机的婚姻 貌似是小S赢了 实际上他输得很彻彻底底 大概这个男人从头到尾就没爱过他 也许时间就是有轮回 如今他被黄子角抱各种黑料 恐怕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小S的主持风格真的大胆 他坐过马先生的大腿 见过肺翔的胸毛 关怀过李敖的前列线 去周杰伦家里吻周杰伦的球鞋 当众舔女艺人的脚 这些无下线的骚操作 确实让节目收视率高升 周杰伦也曾做客小S的节目 被主持人蔡康永跟小S问及个人私事 显然周杰伦并不想回答 但小S穷追不舍 周杰伦面无表情地表示 如果再问下去 就会讲出小S更丰富的其他事情 而小S见状立马收回刚才的提问 开始谈论周杰伦的新专辑 坐在一旁的蔡康永 很是惊讶 小S到底有什么瓜呢 而小S知道自己躲不过去 直接自爆 说不知道周杰伦会讲出什么 但自己人生确实有很多污点 但周杰伦并没有放弃进攻 直接讲出了小S跟范小轩等人 在一起玩的时候有多么的丰富 小S这下立马低头闭嘴了 很明显周杰伦手里有他不敢声张的秘密 当年的性爱派对被警察追上门 被记者围观 一时间小S名誉扫地 几个月之后 曝光派对的媒体总编 以防害秘密罪被判刑四月 罚款10.8万新台币 也就是说 不是媒体拍摄照片的内容许假不识 而是他们的拍摄涉嫌侵犯了艺人隐私 当时周杰伦所说的玩得很开 到底是什么 很多网友都表示费解 直到黄子脚爆料后 大家才恍然大悟 这些年 徐亚军和小S前窗百孔的婚姻 大家都看在眼里 2013年 小S老公徐亚军投资的面包品牌 被发现含有九种香精 事件爆出之后 作为代言人的小S即可成为忠实之地 他只能代付公开道歉 最后老公徐亚军被判无罪 成功脱险 但是他的公共却因为内线交易 被判处一年十个月 小S以为自己无限付出 就会得到老公的宠爱 只可惜 这个男人也许从开始就一点也不爱他 他婚后有两套房产 一套在公婆名下 一套在他老公徐亚军名下 这两套房产价值在七千万左右 而他名下房产为零 这么多年来 他主持节目 接待严挣钱养家 婚后家庭花费都是他支撑 而他的老公呢 绿次被排除入高级会所 甚至当街急吻辣妹 小S却一次次为他开脱 一次次为他追生儿子无果 从2005年和小S结婚以来 老公徐亚军几乎是把头型当吃饭 每一次小S都会成为他放浪行孩的挡箭牌 就这样他还要挨打 在节目中 小S用开玩笑的语气 诉说着最残酷的事实 看来徐亚军一点没有收敛啊 那架势好像一点不在乎小S离婚 也难怪有人曾爆出 徐亚军在外面还有私生子一事 之前王小飞怒对小S和徐亚军 两个人都不敢回应 如今徐亚军连私生子丑闻都爆了出来 小S依旧没有勇气离婚 他老公家外有家 他自己却无能为力拴住老公 原先一蹦三丈高 现在面对王小飞的公开挑衅 却哑雀无声 不敢回应 难怪网友说他 只会在自己姐姐的婚姻里上蹿下跳 自己的婚姻却一塌糊涂 想想这一家人 当三出轨 夹暴齐聚 也算是禁队们了 近日有网友在厦门某酒店前台办理入住的时候 偶遇到小S一家 破天荒的此次徐亚军和婆婆都在 竟然在酒店大堂似乎在协商什么事情 这也是小S在风波之后 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按照常理 现在的小S神仙风波 肯定是没有心情玩耍 但小S还是在公众面前露面 不出所料小S状态非常不好 只见小S穿着一件普通的条围衫 配着黑色打底裤 脸上也未失粉黛素面朝天 而且面不浮肿 显得毫无精神 在进入酒店大堂 小S就似保姆一样背着一大包行李 为一家人安排住宿 在这个过程中 老公徐亚军一直都显得不耐烦 把身子扭到一边望向其他地方 婆婆更是无视小S的牢挡 一直低头在刷手机 之前小S一家人能够同行出游就很少见 这次在吸毒风波中 小S竟然和家人一起出游 应该是想极力讨好婆婆和老公 也显出小S在家庭中的地位真得很卑微 不同于小S的是 自从爆出吸毒 大S一直都是消失状态 始终都不露面 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很忙 忙着和王小飞明争暗斗 前赴王小飞在大S爆出吸毒的第一时间 便奔赴台北去接阿 但似乎没有那么顺利 先是大S同意可以带两娃回京过暑假 但却在临上飞机之前反悔 大S和其母亲狮子大开口 想王小飞索要6000万保证金 担心手里最后一张王牌 也被王小飞夺走 但俩娃愿意跟着王小飞走 很巧合的 也是阿雅晒出检测报告的同时 张岚直播间传出好消息 趁王小飞已经带着儿女成功回京 并且已经在机场高速路上了 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事情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大小S有今天也是有因必有果 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黄唐的婚姻会冠上爱的名义 进行过度的美化 对待婚姻 大S他可以做到完全脱离 删除记忆一样重新来过 不过他以为的离婚是 王小飞提供不限额的抚养费 供他挥霍 吞掉他的财产 他再用他的钱去养光头 然后和妹妹时不时的再讽刺一下这个蠢前夫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的骚操作把前夫逼急了 跟他撕破脸了 大S自己也面临着人才两失 晚节不保 而小S自动穿上枷锁 不愿再走出围城一步 小S当年逆取得到的东西 逆手是必然失去的 说到这里 不免要感慨一下 小S终究没逃出他母亲的宿命 家庭结构和丈夫品性都像复制粘贴的 同样找了个出轨男 同样重男轻女 又同样生了三个女儿 黄春梅给前夫八百万 小S一直维护徐亚军 大S给具光头很多卵饭吃 只有王小飞这个大冤种被提出了局 或许S一家就喜欢奇软怕硬那一款的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他们怎样对待别人的 命运最终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过去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